德赦者教育协会和花旗基金会于9月28日上午 在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梦想前进理财亲子动的记者会 说明在寒暑假营会中 学生如何学习金钱规划和投资理财的重要性 透过亲子共学的方式 可以把课堂的知识带回家 与家长共同规划出财务支出 至今已经帮助15000名青少年 学习储蓄理财自己的零用钱与押税钱 每一次父母给小孩钱的时候 小孩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 大家一起来理财的时候才知道 其实父母给的每一分钱都是一个很珍贵的钱 然后让他好好珍惜 也可以了解父母的苦心就是 我给你这个钱是希望你达成你自己的梦想 然后让小孩就会觉得说 你要怎么样子的储蓄 那从小建立起观念 我相信到他长大成人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理财 得胜者从事校园生命教育将近25年 2017年与花旗基金会合作 推动财商亲子营 希望透过亲子共学的教学理念 可以帮助青少年与家长沟通 而在今年寒暑假营会举办七场财商亲子营 更有340位国中生与197位家长参与 在满意度调查中 有97.8%的家长与81.4%的青少年表示 亲子理财营对提升我的亲子关系有帮助 到目前为止如果以我们内部评估起来 我们基本上还是相当的满意 那因为我们从不管是课程的回馈 从营队的回馈 志工的回馈 我们都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这个课程是符合这个世代的需要 也很希望未来呢 这个我们现在所发展出来的这个课程 除了能够应用在这个我们中学的这个校园里面 我们也能够透过营队 帮助很多不管是孩子 或者是父母亲跟孩子一起来 得胜者常务理事洪英正表示 未来还有机会筹办这样的营会 期盼更多参与在校园的课程当中 为神做更多事工 论坛报记者采访报导